哈喽我是Sally 我是一名大学生 然后我是从事part time 有做健身教练 其实从小我常常会生病啊 因为我是Cremature的孩子 我提早差不多两个月出世 然后我是开导的 然后就是我从小会常常生病啊 所以我血液循环没有降好 我就是会怕冷咯 然后手脚就是会麻痹 第二点就是我会便秘 严重的话啦 我可以差不多五天或一个星期不能怀变 来月经的时候会痛哦 好像如果我不小心喝到冷啊 它就会很痛 它给我的那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很独特咯 因为我有try过别的SPA 然后这是唯一我觉得最natural的 然后它是来很中医的feel啊 你一几年就嗅到那些重要的味道 第一个印象给很多人就讲 你去买帐是吧 因为真的是好像买帐这样 因为它整个好像泥土这样 然后我就会觉得会不会很少 可是因为这边的员工 他有解释到很好 然后整个十五分钟是 他就会有一直给我介绍 跟我解释 其实ok的 然后也是有跟我分享一下他个人经验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平常有运动嘛 那我常常会就是脚肪酸痛 然后我去按摩 你按了很久 然后它可能才会比较好 可是这个我做一个十五分钟哦 我的脚肪就完全全部relax了 我就觉得很好啊 所以我就一直再来哦 做了这个spa过后 我的那个手脚冰冷流 比较好哦 然后它可以就是帮忙我们身体里面排毒嘛 然后它真的是有warm up from reading的 它不像好像你可能吃一些排毒饮料还是什么 然后它只是temporary 可是这个就是让我们身体调节回来 就让到你身体自然可以有那个免疫力 给自己保温这样子哦 精痛的话 after这个几次过后啊 我有时候我喝到冷湿也没有这样痛啊 我现在只是可能第一天一点点痛以后就没有了 我还可以满活泼一下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建议说 你at least来这边give a first try 因为第一点它是natural 第二点15分钟而已 然后它15分钟哦 你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尤其是女生啊 因为女生很多 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照顾啊 常常就是每次去喝珍珠奶茶这些 就是会弄到自己 每次来月景就会痛哦 所以我觉得女性啊真的是很建议 很建议来这边 因为就是真的是帮我们整个身体就是去调理 然后过后也给自己一个spa这样子哦 Biozyme Therapy Biozyme Therapy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